中度異常跟重度異常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中度異常跟重度異常 那目前你的狀況呢 中度異常有六個 那是比較需要注意的 血液的年度 太濃稠 你的血脂 是中度異常現象 還有血管彈性 心肌血液虛量 還有冠狀動脈彈性跟冠狀動脈 等於說你的心臟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那再看第二個項目 腸胃功能 腸胃功能 這個輕度異常是 比較OK的 但是你知道有這種狀況 就要讓它踩煞車 不要讓它一直再下去 然後乾功能 不錯啊 這數值很漂亮 乾功能是很漂亮的